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週陪你聊聊新聞時事 最後一題或是一些輕鬆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的這一集,我們要來聊聊的主題是錄音帶 對30歲以上的人來說 錄音帶可能是以前聽音樂、聽床邊故事的重要幫手 但現在早已經是時代的眼淚了 不過你知道嗎? 錄音帶正在音樂市場捲土重來 根據新聞報導,在英國 錄音帶已經連續10年保值增長 東京的桃威唱片行更擴大了錄音帶的賣場 增加了6倍的數量 甚至2023年,Toshiba還出了一款 可以用連接藍牙無線耳機的錄音帶隨身聽 那到底錄音帶是怎麼出現的? 為什麼會沒落? 近年又是怎麼翻紅的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討論看看吧! 要聊聊錄音帶是怎麼出現的 我們可能要先回到1930年代 那是磐式錄音帶被發明出來的時間點 磐式錄音帶是一種由磁帶纏繞在卷軸上的錄音帶 直徑從8公分到35公分不等 磁帶的材質是塑膠的 上面涂有一層磁性顆粒 像是氧化鐵或是金屬粉末的成分 它記錄聲音的原理是 當麥克風收音之後 會把聲音的震動轉換成電流訊號 傳送到錄音機的記錄頭上面 接著記錄頭就會根據電流的訊號產生不同的磁場 改變磁帶上面磁粉的排列方式 然後就可以把聲音記錄下來 那如果我們想要聽錄音 就要反過來讓機器去讀取磁粉的排列方式 來還原聲音 不過磐式錄音帶非常的貴 體積又大 而且磁帶還裸露在外面 很容易弄亂或打劫也毀壞這個聲音 所以1962年菲利普公司的工程師奧騰斯 就發明出了卡式錄音帶 為了改善磁帶容易損壞的缺點 卡式錄音帶有個塑膠的外殼 可以把磁帶給保護起來 接著奧騰斯還設計了兩個卷軸 讓使用者可以隨時把磁帶轉來轉去 不管是要快轉聽還是倒回去放都非常方便 那也因為很多人會用鉛筆來轉動這個卷軸 鉛筆從此成為了錄音帶的好朋友 重點是卡式錄音帶的體積非常的小 廣告還用比一包香菸還小當作賣點 但一開始各個廠商的卡式錄音帶 大小都不太一樣 規格也很混亂 民眾要用不是很方便 所以後來菲利普公司又公開了 卡式錄音帶的專利跟格式 提供給所有廠商免費使用 進一步的統一卡式錄音帶的規格 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長度4英寸 寬度2.5英寸的樣子 卡式錄音帶從此走紅 並且很快地被用在流行音樂上面 當時流行音樂主要是發行黑膠唱片 但因為黑膠體弟大又不太方便攜帶 所以當輕便好用的卡式錄音帶問世 就掀起流行 當時皮偷四、麥可傑克森、馬丹娜等等巨星 專輯都會發行黑膠跟錄音帶兩種版本 跟黑膠相比 錄音帶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民眾可以用空白的錄音帶 錄下自己喜歡的歌單 並且送給朋友或是喜歡的人 就像是星際異工隊的系列電影當中 主角星爵所增長的勁爆舞曲大帝國一樣 這些私人歌單不只是承載了製作者的個人音樂品味 也常常蘊涵了特別的情感和回憶 後來到了1979年 日本大廠Sony還進一步推出 世界上第一款錄音帶隨身播放機Walkman 讓編走、編聽音樂 瞬間成為當年草潮必做的事情之一 除此之外 錄音帶的發明也影響到政治發展 比方說伊朗的革命 1963年 伊朗的沙王推出了一個叫做白色革命的計畫 想要推動一系列的社會改革 包含將國有契約私有化 給女性選舉權 允許非穆斯林擔任政府職位等等 這些措施引起了保守派的強烈不滿 他們認為這些改革是在模仿西方 是對伊斯蘭傳統的背叛 當時以荷梅尼為首的宗教領袖們 猛烈批評沙王的改革計畫 而沙王也非常生氣 先是把荷梅尼軟禁起來 後來乾脆把他流放到國外 在流亡的期間,赫梅尼沒有嫌知 他錄製了大量的錄音帶批評沙王的統治 指責沙王是猶太人的代理人 甚至形容沙王是頭部被石頭砸碎的美國大蛇 後來這些錄音帶被秘密的帶回伊朗 並且在民間廣泛的傳播 讓越來越多的人不信任沙王 而到了1979年 這些不滿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最終爆發伊朗革命 沙王被趕下台 只能倉皇的逃離伊朗 那話說回來 在錄音帶發展歷史當中 有個有趣的地方是,當初發明卡式錄音帶的奧騰斯 同時也是後來讓錄音帶幾乎消失的關鍵人物 1972年 奧騰斯從菲利普的錄音帶研究 轉到了物理實驗室 開始跟Sony合作一起製作CD 8年之後 由兩家公司共同打造的標準規格 CD問世徹底改變了市場 1990年代初期 錄音帶的銷量就被CD給狠狠超車 2001年 錄音帶甚至只佔了音樂市場的4% 短短20年,錄音帶就從一個潮潮必備到無人聞問 有很多人分析原因可能有下面幾個 首先 1990年代MP3格式被發明了出來 數位音樂開始快速的崛起 而且比起黑膠唱片還有錄音帶 數位音樂的生產跟傳播成本便宜很多 再來 CD跟MP3的播放器 讓他們不管是在音質還是便利性上 都遠遠超越了錄音帶 想像一下,如果我們想要聽錄音帶的某一首歌 不只是要轉來轉去 故事當中還有可能讓磁帶受到物理性的磨損 影響到音質出現沙沙的聲音 但CD或是MP3播放器 只要按以下就可以聽到想要聽的曲目 真的是差非常多 不過,錄音帶只沒落不到20年 還要再次回歸了 近年來,錄音帶市場正在重新崛起 首先是銷量,我們剛剛有提到 英國錄音帶銷量已經10年保持增長 東京的陶兒唱片行擴大了6倍的錄音帶賣場 再來有很多知名音樂人 像泰勒斯、Harry Styles、碧陽斯等人 也都在最近發行了卡式錄音帶專輯 然後是硬體設備 除了Toshiba推出藍牙、無線耳機的錄音帶隨身聽 日本的二手錄音機價格也正在上漲 同時美國唯一生產卡帶的國家音像公司 也在擴廠跟翻新設備當中 由此可見 錄音帶的市場正在捲土重來 努力的充滿榮耀 但這又是為什麼呢? 錄音帶會翻紅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三個 首先,過去的錄音帶 雖然常常被抱怨音質不夠好容易受損 但現在反而有很多人認為 那個沙沙的質感很有溫度 不像數位音樂的檔案有點太過銳利 再來,也有人認為 錄音帶方方正正的非常可愛 就像是小玩具或周邊紀念品一樣 放著就很討喜 價格也比黑膠、CD來得便宜好入手 最後也是最多人同意的 其實是復古情懷 很多人都說 年長的人在經濟比較有餘裕之後 總是會忍不住懷念年輕的東西 然後大買特買 讓這些老東西的價值翻漲 但也有人好奇 有很多買錄音帶的人 是根本沒有用過錄音帶的年輕世代 這又是為什麼呢? 有些人認為可能有以下幾種原因 首先,受到電影和電視劇復古風潮的影響 像是美國影集《怪奇物語》或是台灣影集《想見你》等等 都大量使用了懷久的元素 除了錄音帶還有錄音帶、對講機和收音機等等 來重現當時的時代背景 勾起了很多年輕人的好奇心 再來還有名人帶動潮流的影響 很多流行歌手發行錄音帶 除了吸引老一旦的聽眾 也讓很多年輕世代開始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老東西 然後對於年輕世代來說 他們沒有聽過錄音帶覺得很新鮮有趣 會想要在自己的社群上面跟朋友分享 又再進一步的擴散這個潮流 最後有人認為關鍵可能是人們常常會有跪骨、漸晶的心理 認為過去的時代很美好、很快樂 雖然這不一定是真的 但那種對於過去美好的粉紅濾鏡 可能正在推動的這些老東西重新復俗 節目的最後也想來聊聊我們製作這集的想法 我們在查資料的過程當中 看到錄音帶的發明人奧騰斯說 他完全沒有想到錄音帶也會有機會重新翻紅 成為音樂人的周邊紀念品以及潮流的象徵 甚至他還直接說不太喜歡這個發展 我們猜測對於他來說 發明CD就是希望提供大眾音質更好、更完美的產品 所以不太能理解音質比較差的錄音帶 為何會重新受到歡迎 我們認為這其中的落差 可能是因為科技跟潮流的發展動機不太一樣 科技進步可能比較講究線性的發展 不斷超越提供現代人更新、更好的商品 而潮流時尚進程可能就像是電話線 一陣一陣不斷的重複,但又慢慢的前進 我們覺得很多潮流會夾雜著過去的情懷 以及最新的科技發展 慢慢的隨著時間形塑出一個新的文化 就像錄音帶復蘇、二手錄音機價格提升 但同時又出現藍牙耳機的錄音機 讓人們可以在復古的同時又能夠堅固便利 即使這個錄音帶的音質不像CD 甚至數位音樂這麼完美 但可以跟過去時代相連結的復古情懷 還是很多人需要,而且也很難被新科技取代的 說到這邊,我們自己也好奇 下一個會翻紅的老東西是什麼呢? BB Code有機會嗎?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歡迎按下鈴鐺訂閱 如果是對於這集的內容 對我們的Podcast節目或是我個人 有任何的疑問和回饋 也都非常歡迎你在Apple Podcast 下面的下午訊息留言喔!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要下集再見囉!